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Mina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济和注册会计师 今天想跟小伙伴们做一期Q&A的视频 那么有幸邀请到了洛杉矶会计师事务所的Jimmy黄 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一期视频 那一会儿我会跟他做线上连线 然后我会把最近常见的小伙伴向我咨询的问题 做一个问答的形式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Jimmy本身也有做非常多的中小企业 个人 商业 投资相关的这些会计 以下税务相关事宜 包括注册公司 公司计账 公司报税等等 经验丰富 现在就开始跟连线吧 Jimmy会计师他有在线上 Hello 我是Jimmy黄 加州注册会计师 好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Q&A的视频吧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小伙伴们比较常问我的问题 最近因为疫情 每个人 每个家庭都收到那个 stimulus check 请问一下Jimmy这些没有收到的人 该怎么去查 怎么样做才能收到这个支票呢 国税局是看您的2018年或2019年的税表 看对您有没有资格 您有申报了2018年的税表 国税局就会看2018年 今申报了2019年的 那国税局就看2019年的税 提供大家一个网站 就是国税局的网站 查到到底您有没有资格 那这个网站呢 我也会放在屏幕上 有一个连接小伙伴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那如果2018年2019年都没有报税的 或者是刚刚来美国 刚刚拿到身份的 是不是就收不到这张支票了呢 这个 stimulus check呢 我们给美国纳税居民 简单说就是 那我们这些收到这个支票的人也想问呢 会不会有第二张支票 因为新闻报的就是沸沸扬扬了吗 说有可能会有第二张支票 这个您怎么看呢 我就真的是没有听说过了 就是现在还没有confirm 没有特定的这个这个消息 说这个是吧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啊 就是那么2020年 它的税务是不是已经自动延期了 包括个人税和公司税啊 好的 那么最近呢 就是包括我的客人也有 就是很多外国买家呢 他们都在美国购买了这个房产啊 那有的是用来自住 有的是用来投资 那么对于这两种 他们会生成任何的税务问题吗 如果您的房子是用来自住 那可能只需要交房产税就好了 但是如果是出租并且有收益的话 那这个就要交个人所得税联 那出租房 说到出租房啊 那这个出租房每年他要交的这个个人所得税 有没有办法去合理合法的给他抵掉一些 有 所以首先呢 就要申报一整年的房租收入 然后呢 就有很多费用啊 就是比如说经济费用 管理费 物业费 对不对 水电 地税 贷款利息 会计师的费用 还有折旧 好 那这个出租房的税率他跟我们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一样吗 就这样 虽然是非居民 但是我们可以帮您申请用美国居民的水率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帮您省很多所得税 好的 那如果一个客人他购买房产不是为了出租 那他只是为了一个短期的投资 比如说低买一个fixer 然后他做简单的翻修 然后再高卖 那这一种他所涉及的税要怎么去计算 怎么去支付呢 首先您来了美国买了一套房产 然后卖了之后 假如有盈利的话 这个是美国收入 那因为它是美国收入 所以您要交美国所得税 这个是肯定搞不了的 问题就来了 因为您是非居民 那我们政府怕您不来报税 所以呢 在您要close escrow 就是要过户 那个时候呢 escrow就会让您先预缴一大笔所得税 给联邦政府 那或者是也要给加州政府 假如是加州的房产 那联邦政府这边呢 那个预缴那笔所得税是多少呢 是卖价的15% 不是费用的15% 是卖价合同上面卖价的15% 就是事后可以去多推少补这样子 是不是 对对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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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这个房产是加州的房产 那加州也要有一份预缴所得税 那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卖价的3.33% 3.33加15% 所以15%预缴给联邦 3.33%预缴给加州政府 所以差不多是18.33要预缴 那假如说它这个短期投资有亏损 这个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申报 跟着这个规矩来申报 那到时候 很大可能性您就拿到百分之百的退损 假如说外国买家他在本地 他是没有报税号 没有我们常说的这个设案号的 那他们如果去申请这个ITIN大概要怎样一个流程 需要多久来完成呢 我们可以在申报这个税表申请退税的时候 我们就顺便申请一个个人税号 因为您需要有了这个个人税号 国税局才能够把这个退税推回来给您 一个个人税号需要大概两个月左右 两个月左右 好的 那也就是要提前申请了 我这边是国税局的代理人 所以我只是需要您的护照的副本 还有其他的一些基本的出入美国的信息 那就可以了 护照副本上面一定要有合法的签证吗 还是没有签证也可以申请这个ITIN呢 有没有签证没问题 因为有好多客人他们可能人没有在美国 就直接远程买了一个房子 那这种客人他可能没有还没有拿到签证 那这样也是可以申请ITIN的是吧 那假如说他只有一栋房产 不是个人名义而是以公司的名义持有 他还需要申请这个税号吗 还是只需要去给公司申请税号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因为这个公司的主人的股东是非居民 所以就要看他需要注册哪一种公司 我们有大概有三种公司 每一种的报税方法都不一样 好 那说到这个我们就问一下 外国买家来美国之后 他想注册公司 这个过程繁琐吗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在正常的情况下注册一家公司一个月左右 就应该可以半成功包含了开银行账户 大概是一个月左右 就只要人在美国一个月之内可以完成 人不在美国就是银行账户开表 但其他文件可以做是吗 对对我们就需要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经营范围 然后股东的信息 大概是这样 好的好的 那如果他开了公司在美国 他会有其他什么额外的费用吗 就是除了公司的注册费 那他每年会有其他额外的费用吗 假如说他挂一个公司的名字去持有房产 对对有 那就是假如是加州公司的话 每一年加州的公司所得税最低是800美元 然后加州还有一份一年一度的报表 英文叫做Statement of Information 有加州政府的手续费25美元 所以大概每一年维持一个加州公司 就是825美元 那联邦那一边有没有最低的 那个报税的这一些需求呢 联邦的话我们就要看 您是注册哪一种公司 有一些公司呢是需要申报联邦水表 有一些公司是不需要 所以我们就需要 具体来看 咨询 给客户咨询 哪一种情况是对您最适合 好的好的 那还有就是很多小伙伴 他们想持有这种出租房产的时候 他们都是道听途说 就是很多人都是传 用LLC持有可能会更加有优势 那么您看这个LLC持有 还有C Corp S Corp来持有这个出租房产 他们都有什么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呢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LLC这个是有限责任公司 通常来说它是适合这些情况 就是首先您这个房产 是您自己拥有的房产 然后您想把这个房产呢 转让给您自己的公司 这样可以用LLC 第二就是您最好是有两个合伙人以上 有呢 LLC是比较灵活 所以您是非美国居民 或者是您有美国居民朋友 大家都可以来参股 可以作为公司的股东 就是外国居民也可以做LLC member是吗 对 对 对 这两三个LLC的好处 嗯嗯嗯 好下一个 S Corporation 这个呢是专门特别设计给美国居民的 OK 就是有绿卡 或者是美国公民 或者是长期居住在美国的人 有些号的 有输出security number的 这样就是美国居民 OK 所以S Corp是专门给美国居民 然后必须要100个股东以下 OK 然后呢 它还是适合本来这个房产 就是您的您自己拥有的一个房产 您想把它准让给公司 您也可以用S Corp 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因为您本来就是美国居民 所以您可以拿薪水 所以这个S Corp这个公司呢 可以发薪水给自己 那需要报两次税吗 是报一次 S Corp是一次 它是属于pass through income那种 就是不用报两次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叫C Corp的一个优势 是不是 S Corp是给美国居民的 100个股东以下 100个股东以下 对 然后您自己已经拥有了一个房产 您要转让给公司 这个也是适合用S Corp 自己转给自己 对 然后呢 假如S Corp 出租了 收入比较高 所以您就可以发薪水给自己 可以发薪水给自己 这是一个好处 对 然后报水一次 S Corp pass through 报水一次 报水一次就可以了 那S Corp呢 S Corp 对 S Corp呢就比较复杂了 那首先呢 S Corp它是允许任何人任何公司 就是非居民 美国居民 美国公司 海外公司 什么都可以来做股东 OK 但是呢 公司它自己有公司的所得税 有公司的联邦所得税 税率是21% 它有 假如是加州的S Corp 就有加州的公司所得税 税率是8.84 8.84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 S Corp的股东 他不需要来美国报税 因为公司已经报了 对 公司已经报了公司税 公司已经交了公司的所得税 所以 这些所有的股东都不用 报个人税 所以他们更加适合 外国的那种股东是吗 就是叫S Corp 对啊 特别我这边有很多非居民的客户 他们就怕麻烦 不想麻烦来申报美国的个人税表 又要申请个人税号 所以就干脆用一个S Corp 那S Corp就解决了 所有报税的问题 所以也不能说这三种 公司形式哪一种 对于出租房更有利 还是要具体看案例是不是 对的 要按每一位客户 每一位的情况 大国人如果在美国 他们大部分买房子会需要用贷款 那么这个贷款的利率 这些可以用来去抵消他们的税务吗 这个话题呢 所以只有出租房子 那个情况下才能 抵抗这个贷款利息 假如说我是就是又住在这栋房子里 然后我又有出租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贷款利率和地税 去抵这个税务的问题 那假如说我这个房子有两种用途 那我的这个贷款利率和地税 是否可以全额抵掉呢 还是说要去按百分比抵掉这样子 这样的话需要按百分比 那通常我们做的就是按您的出租那一部分 面值有多大 然后就处于整个房子的使用的面值 那这样就会有一个比例 我们就用这个比例来算您的费用 这个听起来还蛮有趣的 那基本就是今天准备的这些问题 那如果就是小伙伴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想咨询我 想咨询Jimmy的话 欢迎留言或者是私信我们 那我们会作以解答 我们感谢Jimmy 为我们去解答了这么多的问题 这么专业的解答 对Jimmy有 最近有刚刚开他的频道 请大家去关注他 支持他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